第四季節 歡迎來到初商網頻道 台中市期盼已久的巨蛋終於要誕生了 過去台中場因為缺乏大型室內場地 不只能以爭取到國際賽事到台中舉辦 連大型演唱會都會因為無適合空間而略過台中 台中正只需要一座室內的運動場館 以及大型室內展演場地 台中市府規劃在第14期市地重劃區 興建總金費65億元的台中市巨蛋體育館 為爭選優秀的建築設計 市政府舉行設計進途 共有23家業界團隊參與 計劃興建一座可以容納15500觀眾型以上的巨蛋空間 為全台最多席位的巨蛋場館 預定在2022年動工 2026年完工後正式營運 這個計劃從市長胡志強任內開始規劃 原先考慮設在7席或是水南 林佳龍上任後變成至11席重劃區 從德松竹入口 但民眾認為在人口密集區 該巨蛋會造成交通癱瘓 於是盧秀院上任後又改回14席重劃區 位於北屯區的環中一路與隆德入口 距離台中洲際棒球場非常的近 才相距1公里 非常巧的跟台北大小巨蛋的距離一樣 台中巨蛋進途分成二階段平選 最終由日本的建築師魏彥武與九點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組成的台日合作團隊勝出 設計概念以天空回廊運動公園 世界地標市民樂園為主軸 其設計的外圈裸顯廊道 除了能容易的疏通冷流 還結合遮陽與通風的功能 深遮陽的陰影效果能達到節能作用 並提供散步、跑步、單車 甚至是雨水回收等多重功能 這樣的空間配置是一個相當高明的手法 外觀裝飾的條文是金屬材質、木質配色 看起來就像是土星環或是 內部木頭的裝設運用 可以說是魏彥武一貫的風格與強項 布局上讓巨彈廣場 台中洲際棒球場連結形成軸線 穿繞出直線通透的空間感受 首獎作品之外 再來看看其他入選的四名作品 第二名劉沛生建築事務所的作品 外圍附屬的高層建築配置 有如羅馬競技場的感覺 目前在台灣還沒有類似的設計 頗有心意 但屋頂的圖層就有點詭異 曾遭網友的吐槽 第三名的逐間聯合建築事務所團隊的作品 用了多種變化幾何外型的建築組合搭配 但感覺起來幾何元素使用過多 整體呈現的有點雜亂不協調 當什麼都想抓進來用 結果只會適得其反 建築的某些角度讓我想到寄生社 第四名的大壯聯合建築事務所 以望向東方之州以及大安溪峽谷 景觀異象設計 這個峽谷地貌把場域打造的很有特色 峽谷的水流與遮音也能在捷能上發出很大的效用 主商館上歡下收的捷能設計 也能與世界最新的巨蛋設計借軌 像是完工不久的拉斯維加斯巨蛋 也是類似這種構型 整體的創意、空間配置、協調性 都有相當出色的表現 第五名的大壯建築事務所 通過抬高地形、引路通道 串聯起一大一小的體育場 這個上台式的公園廣場 提供了良好的遮音 與水南中央公園的設計相呼應 連接主場館交織的空橋左廊 也為整個設計獨特性提升了不少 場館屋頂外身的大帽子 也能提供大面積的遮音 屋頂中央也能引入自然採光 不過屋頂造型一直讓我想到家中的砍燈 威延無德建築作品 遭到質疑與大家自己的澳洲作品 達令港市民中心相似度極高 用過去成功獲好評的作品 直接套用在具有國際地標意義的台中巨蛋上 台中市府花大錢卻成了冤大頭 對此威延無本人澄清 強調巨蛋是用大甲令朝編織的意象概念設計而成 絕對是原創發想 聽到這樣的說法你買單嗎? 畢竟動著上億的設計費被這樣粗糙的處理 實在有點說不過去 其實建築師拿自己簽作品修改 重新參加進度並不少見 不過幾乎都是用之前落選的作品 很少會拿已經新建完成的案子來套用 更何況是國際一線的建築大師 若當初能稍作一些外觀的調整 爭議或許就不會那麼的大 台灣的大型公共建設進度 總是由外國建築之勝出 其實除了國際名氣之外 台灣建築也有不少傑出的作品 總之我們繼續加油 希望能把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 推向世界舞台 OK 本期節目就到這邊 歡迎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 See you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